明年的财政预算案是三高预算案 情况令人震惊 何谓三高 就是赤字高 债务高 开销高 全割3723亿的这个预算案 是我国史上开销最庞大 赤字最高 债务最多的财政预算案 可以说如果不小心 将会债留子孙获延后代 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个预算案 政府的方式不但没有开源截流 反而只会举新债 然后来还旧债 其中总继察师报告就显示 政府在自从国政和国门 在喜来登政变过后上台以来 短短两年已经举债高达超过4000亿马币 也就是4117亿 这其中借贷基本上52.4%都是拿新的债务来还旧的债务 并不是用来发展国家 这种情况作刺三空 情况令人震惊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国政和国门根本 他们的理财就是名副其实的摆尬在当家 所以为了确保整个国家财政情况健康 政府必须进行大刀割斧的改革 而其中的施政偏差也必须即刻停止 明年的预算案 我们再次的看到 全国独中以及华社 三院 杭江 南院 心肌炎学院 全部吃白果 他们是排排桌 吃果果 华社就惨吃白果 这种情况也不只是发生在教育 在文化方面也一样 明年政府的财政预算案 把回教事务局的拨款 从12亿提升到15亿令吉 我们不反对政府提升回教事务的拨款 如果是根据需求 可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 我国是多元文化种族的国家 可是非回教事务部获得的拨款 却是零拨款 这种情况叫华社情和以康 所以如果要繁荣公正的马来西亚 我们必须团结所有多元开明进步的力量 不能够再让国政和国盟的单元主义作风 继续带领马来西亚开时代的倒车 谢谢大家一起加油 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马来西亚正在面对重大的重重危机 无论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 总之就是危机重重 我们从喜来登政变到今天 马币已经溃不成均 已经贬值了高达13.5% 这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除此之外 我国的股票市场在今年至今 已经下跌10.6% 只是市值已经蒸发了多达2139亿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第三 通膨大海啸 国正在睡觉 我们的国家通货膨胀 自从政府成立抗通膨特空队以来 越看越差 国家的这个通货膨胀 尤其是食品通膨 已经超越7% 只是猪肉今年就涨了9次价钱 所以这显示 我们除此之外 中央银行的储备金 到今天也只剩下104亿 这也是这20年来最低的水平 我们都知道全球各国都会面对问题 但是差别就在于 一个国家的领导如何克服难题 这才是关键的 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毫无头绪的首相 他不会做 不能做 也不想做 所以呢 今天我们看到改变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 改变也是健在寻法的事 那请所有的同志们做好准备 让我们在这一届的全国大选 再一次的改朝换代 未了下一代 各位 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 伊利州不断的发生丑闻 一单接一单 一单比一单更加严重 除了成为全国倒数排名第三的 这个周数 伊利州目前已经沦为 全国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周数 一单接一单的丑闻 第一十五分钟就在离开我们这里 九栋 漫画公园 耗资七亿一千万 如今宣告倒闭 政府资产被拍卖 既然单够穷 沙巴够穷 也没有人像 比利州这么下水搞到政府的资产被公开拍卖 这就是国阵跟国盟政府搞出来的烂贪子 第二单 比利州上市公司 比利子公司 重组债务 涉及刑事欺诈 还好有张哲敏同志 义无反顾揭发弊端 才有看到 才让人民看清楚 国阵和国盟的这个真面目 第三 我们都知道 比利州需要国际机场 以开拓发展国州内的经济 原本有机场在斯里伊斯坦达 已经有了国际机场保留地 现在的政府可说是无法无天之守则天 连国际机场保留地三千英亩都可以变卖 连保机场保留地都可以卖 可以买风雷飞机 直逃飞机都买着 所以你就知道 如今的国阵和国盟政 政府贪污腐败已经到了定人法指的地步 除此之外 现在他们还想 人家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天然环境野生动物一旦被毁灭和破坏 就是没有办法再回转 今天比利州政府在未经招标的情况下 就敢敢的让这一个在一粒上霹雳 比利州最重要的水源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区 来开发占地5329英亩全国最大的稀土厂 稀土一刀 情况怎么样 大家可想而知 而且政府偷偷摸摸摸摸烟烟 都觉到今天完全不敢回应我们所提出的咨询和质问 全国这个整比利州 你看不管是马华民政国大党乌统 除了民主行动党 没有一个政党敢为人民发声 我们在州级的丑闻之外 现在全国最大的 超级丑闻 就是耗资91亿的六艘滨海账舰 我们要感谢我党州秘书 加和同志领导的国会攻占会 成功经过十轮的会议 准备了800页的报告 揭发了这个关系国国史上最大的军火采购异案 全世界都在买账舰 印尼买 新加坡买 马来西亚买的是看不见 钱还了 银子都没有看到 反贪污委员会也不管 专门抓小江鱼 大百沙 奥游 笑傲江湖 所以这只有换政府 我们才有办法真正 苍蝇老虎一起打 不只是在滨海账舰 现在宏图坑也有三艘 政府给了7亿4800万 整个工程 还了5亿 原本讲2020年船要下水的 现在船真的下水 在水里面 沉到海底里面 银子都看不到 今天已经2022年10月2号了 答应我们2020年要交船的 这个海市执法机构的损逻件 各位 这个贪污腐败 已经不只是威胁到我们的生活 已经打击到整个的国家的安全 所以各位同志 改革尚未成功 同志尚需努力 我们必须整装待发 确保国盟国阵 两个都在这一阶的全国大选 统统送到太平博物馆里面去 各位同志们 其实马来西亚这一阶选举 我们有三个选择 你看三大阵线 马来西亚如今 竟于呼进入三国演义时代 一边是国阵 一边是国盟 还有一个是西盟 我们三个首相人选里面 国阵是谁 汤污舞弊长生的这一个 阿玛杰益 不用看 水家也要大选 不顾人民死活 这个是我们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第一点 谁要选阿玛杰益做首相 没有人 第二个 第二个人选是谁 这是叛徒出身的 跟回教党一起 大辈同眠同床共诊的 这一个后门首相 失败政府的首相 他们这一个两个 都没有谁要选他们 而且我问大家 全部人都做过首相 只有一个没有做过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给他一个机会 尤其是今天 马来西亚面对经济危机 我们必须要选一个 懂得管理经济 懂得财政 有知识 有魄力 能够把马来西亚 带上国际舞台的领袖 这就是西门的首相 人选安华 安华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放眼马来西亚 当今的政局 只有安华坚持走 多元种族的政治路线 我们不要种族政治 不要神权政治 要打造新的政治格局 就一定要走 多元种族的路线 而真正敢捍卫各族 坚持全民政治的 只剩下安华 这是最后一个 主要的马来领袖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我们认重道理 为了确保霹雳州 能够重新收复政权 我在这边公开欢迎 西门首相人选 来霹雳州上阵 助选 一旦他中选 一举两得 我们不但将会 拿下霹雳州政权 而且将会出现 史上第一个 来自霹雳州的首相 这将会大幅度的 提高霹雳州的低位 也有助于我们 未来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在这边 不是我一个人 欢迎安华 来霹雳州上阵的 请大家举起你高贵的双手 各位同志们 作为前线州 西门会长理事会 已经正式决定 委托小弟 作为西门全国 代表大会的负责人 我们已经 租用霹雳州 最大的会展中心 医保可以容纳 五千人的 医保会展中心 希望大家 在十月二十九号 这个黄道集日 大家都能够 呼朋遭友 要号召所有的同志们 一起开创历史 出席这一场 全国西门最 的代表大会 让他全现场 全场爆满 做无需需 一起带动士气 迎向第十五届 全国大选 在主办大会的 前一天晚上 我们也鉴定了四个 目前战情 作为非常智热的 四个选区 第一 Dambun国会 第二 宏图坎国会 第三 巴勒坟大国会 第四 达巴国会 西门 全国中央领袖 将会倾巢而出 在十月二十八 十月二十九 两天 来霹雳州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 众志成城 才能迈向 故城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战鼓已经累起 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而我们霹雳州 作为全国第一个主办 这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数 我时常跟秘书长 杜昭福同志说 霹雳州将作为党中央最坚定强大的后盾 我们齐心协力 让希望起航 才能够再创 辉煌 虽然目前霹雳州 是作为在野党和反对党 但是 为了支持党中央 今天我代表 州委会 宣布 捐献五万利级 给马来西亚行动党 作为全国大选 竞选基金 希望能够抛装引玉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主办代表大会的州数 下个星期就到槟城 就到其他 所以我们作为反对党 都可以捐献五万元 我希望作为执政州的槟城雪狼儿 申美兰 更能够白尺钢头 更进一步 少少不拘多多益善 Saudara-saudari sebelum saya akhiri ucapan saya saya ingin beritahu semua UMNO-BN sudah hilang kewarasan mereka demi kuasa demi hawa nafsu mereka boleh juga buat pilihan raya waktu banjir mari saya nak hadiahkan satu pedoman hidup kepada UMNO-BN dengar baik-baik jika kita ikut suka duka akan datang ikut rasa cepat binasa ikut hati cepat mati ikut be end that is the end habis semua oleh kerana itu marilah kita menggalas harapan Malaysia bangkit harapan bersama 各位同志们 让我们 做好准备 让希望 起床 在床回望